現在我同學問了一個問題 那我想 只要有學生問 我通常都會在課堂上回應 比方問的已經一樣 請把課本拿出來喔 那個我有覺得 喔 收記收起來 不要寫收記 對 收記寫兩行就好了 因為 對 以後寫很多 不用吧 寫兩行 看喔 不會啊 習慣就好 欸 啊 陳蕙琴耶 我們 會有期 對啊 要怎麼修 好 那我們先不管他 喔 來 請翻到課本137L 我自己班上有一位同學問了那個第二題 這個第二題 他會問 我想在座可能部分有些同學 這一題恐怕也不見得會做 這個題目給他兩個讚喔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題目 他說給你一個矩陣喔 來 這個矩陣我寫一下喔 好這個叫4951 4951 好然後這個是3741 3741 他是個兩列四行的矩陣 然後他現在跟你說 請你把這個矩陣做什麼動作呢 做力運算 哪裡啊 我說沒有寫啊 習座還是那個 課本啊 課本啊 課本137頁啊 課本課本不是習座 習座有到137頁嗎 有 忽然啊習座有到137 你翻看 習座有到137 我不相信這本習座有這麼厚 沒有了 沒有吧 習座只有137頁 課本137 習座第二題 他說經過有限次的列運算 這有限次的列運算 對不對 把這一個矩陣 把它變成另外一個矩陣 叫做0 3 然後 A B 然後 這個是誰 2 0 然後這個是C 然後 這一個是誰 這一個是豬 這個題目問的問題很簡單喔 他就問你ABC豬是誰啊 就這麼簡單嘛 把這個傢伙做列運算 然後讓他變成他 然後問你ABC豬是誰 這個問題是我自己頒的學生問的 首先喔 這個題目喔 我想先來跟同學確認一件事情喔 來確認什麼事情啊 確診確可 來 確認一件什麼事情 同學我問你喔 這個矩陣是什麼矩陣 他是真王矩陣還是西數矩陣 老師 我不懂什麼是真王矩陣跟虛數矩陣 你可能要回去看一下課本喔 欸 朋友我問你 這個是真王矩陣還是西數矩陣 還是什麼都不是 欸 這個別班就有同學問啊 他說老師 這是真王矩陣還是西數矩陣 有什麼差嗎 這是沒什麼差嗎 我跟你講 這個什麼都不是 它就是一個兩列四行的矩陣而已 那個真王矩陣跟西數矩陣 它是因為從那個方程組 把它的西數 或者連同長數項把它萃取出來 所形成的那個矩陣 一個叫西數矩陣 一個叫真王矩陣 這樣你聽到嗎 這個只是一個很普通的矩陣 它有兩列有四行 它沒有什麼名字 它就是一個矩形的陣列 這只是一個普通的矩陣 它不是真王矩陣 也不是西數矩陣 你不要以為天底下的矩陣只有這兩種 這只是課本在教的時候 他先介紹什麼叫真王 什麼叫做西數矩陣 聽到嗎 這個只是一個普通的矩陣 就矩陣 就這樣 沒什麼了不起 兩列四行 那我們現在要把它經過有限次的列運算 把這個矩陣變成這個矩陣 好 那我問你 你的解題出發點是什麼 你要怎麼做 你先告訴我你想做什麼事情 家俊你看起來有點恍生 王家俊 想要什麼 四哥 這個 對變成二公子 這個要變成他 你覺得你要怎麼做 我很強調那個解題出發點 你懂嗎 你到底要做什麼事情 你如果要把它變成他 你從這裡看到什麼 你想做什麼事情 好 我問吳宇謙好了 宇謙 就是 他經過有限次的列運算 又變成它 其實就是要想 就是你從這裡你有看到什麼特徵嗎 因為你要做列預算之前 你總該有個目標吧 你的目標是什麼 對要變成它 那你有看到什麼 譬如說像我我就會看到這個 這個數字叫做0啊 對不對 我就看到這個數字是0 然後看到這個數字是0 所以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會設法怎麼樣 設法讓這個東西經過列預算之後 這兩個地方會變成0 對不對 我會想做這件事情 然後你就要開始去想說 該怎麼做才能辦得到這件事情 像我自己班有同學這樣做喔 我用嘴巴講你仔細聽喔 他說老師 我可以把第二列乘上-1加到第一列 你知道把第二列乘-1加到第一列 這個數字會變成多少 這個數字變成1 然後他再把第一列再乘-3加到第二列 這個數字就變成多少 0 然後再把這兩列交換 哇這裡就變成0了有沒有 這樣做他可不可以 這樣做當然可以 他剛才就是在做列運算 你這樣聽懂嗎 就是說不管你用什麼方式 反正我這裡要0這裡也要0 不過我個人解這個題目喔 我可能會考慮這樣做啦 我覺得我的做法可能相對來講更直覺一點 同學這裡是4這裡是3對不對 我跟你講喔 其實如果是我做啊 我會把這個第一列把它乘幾倍 你猜 對你猜我想做什麼字 對我會乘3倍 然後把第二列乘幾倍 乘4倍 你知道為什麼我要這樣做嗎 因為這樣做的話 同學這個數字會變多少 12 這個數字是不是也變12 然後等一下 你再把這一列乘-1加過來 是不是這邊就會出現0 你把它相檢就會出現0嗎 就我覺得啦 如果是我做這個題目 我的解題出發點是這樣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個題目怎麼做 來我們現在一起做 我把第一列乘3倍 432 我講得很慢喔 好一起來 9327 老師為什麼你給5倍5倍 欸你知道嗎 力運算是什麼 力運算有三種 力運算是哪三種 把某一列 對交換 把某一列乘上一個不為0的常數 然後或者把某一列乘上不為0的常數之後 加到另外一列 這三種運算 可以亂成 對可以亂成啊 但是他現在就跟你說 把這個傢伙做列運算 用那三種列運算去做排列組合 最後要變成他 又變成他 你懂嗎 把那三種列運算去排列組合 就是不管你怎麼做 最後要變成他 那我就把第一列乘3倍 432 93 27 5 3多少 15 你有任何問題隨時都可以提出來 1乘3 這是3 然後再來3乘4多少 12 再來7是28 我剛才也在睡覺 所以如果我算錯你要跟我講 4 416 1乘以4 這個傢伙是4 欸再來嗎 問題 欸寫到這裡嗎 問題他會變成他 從這裡會變成這裡 好那我們再看 來 下一個列運算 我想問你 如果我希望他這裡變成0啊 因為我們的目標不是0嗎 可以 負1 誰乘以負1 12 下面這一列乘負1 加上面這一列 上面這一行 那什麼行 你在講什麼 上面那一行 上面哪有上面那一行啊 很的叫做列 直的叫做行啊 上面那個叫做列 很的叫做列 直的叫做行 對 這個叫第一列 這個叫第二列 啊我要讓這裡變成0啊 要變成0那怎麼辦 就把第二列乘上多少加過來就可以 負1啊 欸 20 要多出喔 你知不知道我在做什麼 我覺得啊 你們這裡完蛋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問我這個問題的同學 我覺得他程度還算可以 我想說 欸 你會問這個問題 那就代表這個題目 可能很多很多不會囉 不過出我的手料 我跟你講 一講 欸 我以為本來很簡單的 那一講 發現還真的很多人不問 欸 列律順都不會做 來你看 這個乘-1加過來 他會變成誰 所以你要問問題啊 這個你不問問題 我都不知道你的狀況是什麼 來 這個第二列少抄 來 這裡是12 28 然後再來這裡是16 來 這裡是4 來 來 慢慢寫 來 這個乘-1加過來 所以這裡變成多少 這裡變成0 這個乘-1加過來 負28加27 所以這裡變成多少 負1 這裡乘-1加過來 15-16 所以這裡也是負1 這樣可以齁 乘-1加過來 這裡也是負1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 這樣超棒的 你們有沒有看到這裡出現0了 有沒有看到 對啊 我的解題出發點就是這裡啊 對不對 我這樣做非常合理嘛 你看變成0的丟 好 那我問你喔 那接下來要做什麼事 你知道你每個動作背後的1 可不可以接下來我要讓這裡也出現0 那請問你 我現在要把第一列乘多少加到第二列 就可以辦得到 28 對 把它乘28加過來就可以嘛 所以現在我們把第一列乘上幾倍 乘上28倍啊 對不對 對不對 加到第二列 好 來我們看一下喔 你們回去一定沒有做這一列對不對 有做 哇那不錯 好 你有做出來嗎 沒有做出來 沒有做出來 要問啊 來這個是0 -1 來 -1 然後這個是-1 好 你有問我才會告訴你該怎麼處理喔 來這個乘28加過來 這裡是多少 還是12啊 0乘28還是0嗎 加過來 所以這裡還是12 沒有問題 然後-1乘28 -28加28 所以這裡變成0喔 OK 然後這裡-28 -28加16 所以變成負的多少 負的12 所以這裡是負12 很棒 然後這裡-28加4 所以這裡是負的多少 負的24 好 做到這邊 你有沒有看到這裡已經出現0喔 有沒有看到這裡已經出現0了 這裡也出現0了 有看到嗎 有 有 好那我問你有做完了沒有 還沒做完 因為他跟你說 我這裡不僅這裡是0喔 這裡要變成3 而且這裡要變成多少 2 我們現在問同學 同學我問你 如果這裡要變成3的話 你只要把第一列成多少 就可以搞定他 負3 負3喔 你第一列成負3嘛 對不對 同學你知道嗎 知道我在做什麼嗎 然後同學你看第二列喔 這裡是12喔 可是我希望這裡是2喔 12要怎麼樣變成2 你只要把第二列同成6分之1 所以你把第二列同成6分之1 這樣子不就可以了嗎 這個就是列運算 這個都是列運算喔 好所以我們再看 本題的答案就出現喔 這個題目他放在基礎題喔 就是做列運算而已 這個我看一下喔 這個就是0嘛 然後這個是誰 這個是3 這個是3 這個也是3 OK 然後這個12乘6分之1 所以這裡是2 這裡是0 然後-12乘6分之1 所以這裡是-2 OK -24乘6分之1 所以這裡是多少 -4 叮咚叮咚 本題結束 我做完了喔 你有看到嗎 所以這題答案同學我問你 A是多少 A就是3 對吧 B是多少 B也是3 C它是-2 豬它是-4 ABC豬就出現了 這樣好不好 這樣可以嗎 這個叫列運算 很無聊的東西 就是做列運算 看你一下可不可以 這我一般有同學問喔 欸亞文啊會做嗎 會齁 沒問題喔 這到底什麼東西在叫 不屬於喔 他的那個聲音真的很可憐 是在這裡 老師差點沒有買那件衣服嗎 哪一件衣服 差點那件衣服嗎 對屁約要什麼啊 喔那個喔 可是我覺得 我不是敢在家裡自己穿喔 我不敢穿出來 穿出來 穿出來有一點 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 那個違和感很重 老師因為一個人去中街了 呃 對 我跟你講我還曾經一個人去吃燒肉 吃燒肉 就是像去吃野獻啊 然後進去他說 欸先生幾塊幾塊幾塊 幾塊他好像很驚訝 我會想說 難道你有看到別人嗎 對就我一個人 來把你席座打開 席座別班又有人問一個問題啊 小屁啊 我整次創你很開心 來把你席座打開喔 放開你的席座 到底幾頁啊 到底38頁 快點38頁 有人問了這個第八題 我就知道這個家伙一定國中美學齁 因為這個題目 國中就出現過 這個題目齁 我等一下要來問一下 算了 這個問了 給問給什麼 然後問一問等一下又不會齁 來這個題目齁 大家看一下齁 這是國中的題目齁 有啦 國中有沒有這種題目 有 根本就有 只是現在高中 就變得再複雜一點點而已 我們看一下這個題目齁 是因為這有同學問齁 他說有一個工程 加一兩個人合作 十二天可以完成 宜兵兩個人合作 十五天可完成 加兵兩個人合作 二十天可完成 請問這三個人 如果獨立自己做的話 各需幾天 可以完成這一個工作 你不覺得這個題目很無聊嗎 現實生活中 誰會 就是怎麼會有這種情境齁 但不管啊 反正就是一個數學問題嘛 來我們現在就假設 來大家一起一起齁 假設假一個人做的話 他獨做的話 他需要幾天可以完成 需要X天 然後比獨做的話 他需要幾天 Y天 我這樣偷然寫一下 這樣可以齁 然後比一個人做的話 需要幾天 需要Z天 這樣可以嗎 可以 來 先寫我等你齁 然後這個東西啊 總是要共同給互動一下 好 這句話是啥意思 來這裡 活動老師一定是這樣教喔 呃 今天是幾號 今天是五一勞動節對不對 四號 五一勞動節為什麼是四號 四號 那就四號吧 四號在哪裡 四號就是你 那我問你啊 這個應該怎麼講 我們先不要看X好了 我問你齁 如果假自己做三天啊 可以把工作做完 那麼請問他每一天可以完成 全部工作的幾分之幾 如果是三天的話 怎麼就是小朋友說 如果他做三天可以把它做完 那麼請問他一天是做全部的幾分之幾 三分之一 對 他現在要S天對不對 那麼請問他每天可以完成 全部工作的幾分之幾 就X分之一啊 這是他每天的工作量 你懂嗎 對不對 他每天的工作量嘛 你們國度不是上交的嗎 然後現在我們一起來看喔 來這個題目說什麼 假以兩個人合作12天可完成 來那我們準備列式子喔 假一天的工作量 叫做X分之一嘛 那我問你 以一天的工作量是多少 是不是應該叫Y分之一 然後請問你喔 算了算了 我覺得我還是把它寫清楚好了 同學你知道這個X分之一是什麼意思嗎 這個X分之一 每一天才有完成的 對 這個我覺得寫清楚好了 好不好 我文主真的講的超慢的 這個X分之一代表加一天的什麼 呃 的 的工作量 這樣可以嗎 好 這樣講應該沒有什麼問題啦 假一天的工作量 來請問同學喔 假一天的工作量 這個是以一天的工作量 他們兩個人合作一天可以完成全部工作的幾分之幾 欸他們二十天 欸不不不不不 十二天可以做完喔 那我請問他們一天 這是一天兩個人加起來的工作量 一天可以做全部的幾分之幾 十二分之幾 所以這裡是什麼 這裡不是十二分之一嗎 對 對啊 這種題目你們國中沒有做過嗎 沒有 有啦 騙誰 這樣才有把它難化 這很簡單嗎 假一天的工作量 加上以一天的工作量 不是十二分之一嗎 對啊 對吧 對啊這樣不就劣勢 然後他說 以兵兩個人合作十五天可完成 所以代表y分之一 同學再加上多少 再加上z分之一 等於二十 等於多少 十五天欸 所以是多少 十五分之一 掰當小朋友交這樣可以嗎 然後假餅合作的話 假餅合作那就代表 假一天的工作量 就是十分之一 加上餅一天的工作量 叫做z分之一 對不對 他們一天可以做全部的幾分之幾 二十分之一 就這樣子啊 然後去解syd就好了 對不對 就這麼簡單 只是國中的時候 題目稍微簡化一點 欸要在syd會不會顯 我要把它解完嗎 不要 確定真心 真心 做到這裡就可以了 真的 接下來syd你們自己會算 不會 什麼事啊 什麼事啊 哈哈